我飛合,又見到法拉利又出新車了 法拉利最近出車的換代頻率好像比之前快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翻查看這輛Ferrari SF90 這輛Ferrari 之前,我見到Vicky說是2013年才正式出車 其實出到街上最快的都是201415 其實他現在說是2019年,2020年出這輛車 其實這輛頂級旗艦的Ferrari來說好像快得緊要 之前好像沒有這種速度的出發 就算你問我個人覺得458,488和現在新的F8 Trumbeuto 的頻率好像比之前高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上市Capsule的問題都很重要 即是每年要提高營業把握,做多些車 讓業績好一點呢? 我認為有些關係 其實這輛Fsf90應該是 大約是Ferrari 的入體者 它的外形上來說 其實車頂都很扁平 因為Ferrari 車頭比較偏向尖 它就走一個扁平路線 短車頭扁平路線 如果你看看Ferrari 本身是長車頭的形態 長車頭短尾 從車側來看 尾很長的,但頭是短的 所以我覺得是自然不同的風格 車頭已經不再尖了 這是一個扁平路線 其實這個設計 我覺得是比較類近於Ferrari 480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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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保留原本400-500開始延續下來的燈 但你看看這個車頂的位置 都跟它有些不太相似 其實呢 若你眨眼來看 你會覺得兩架車的樣子很相似 但你一看兩張相片比較 就會知道分別是什麼 其實這個是一個闊頭版的Ferrari 就是後面的車身和中間的部分 就比較像Ferrari 但是車頭的部分 就會是一個扁形 闊身 一個四八八的頭 就卡到Ferrari的設計 我覺得這個樣子 我個人覺得需要時間去接手 即是你說是不是很突出很標誌 我覺得經驗程度 一定是沒有Ferrari 當時的樣子 尤其是再看內裏的部分 你會覺得好像很平實 只有一個普通的超跑 這次主要內裏的賣點是什麼呢 就是多了一個16吋的Display Panel 即是你可以按鈕 即是Touch Screen的按鈕 即是可能跟回現在 潮流所出的電車 其實那些按鈕 現在全部都變成Touch Screen 基本上是mechanic 扭按鈕 按一個按鈕 實的按鈕 現在可能變成Touch Screen 而軚盆 亦都好像 可能都是變成一個輕觸式的形式 instead of 有按鈕 除了這個 比如轉Mode 扭按鈕 即Raze Mode Comfort Mode 都還是保持扭按鈕之外 可能這些本身都是轉成Touch Screen 即是Touch Screen的按鈕 但我又看不到它中間有詳細說 可能到時候再看資料就會知道 這一點 但主要我看到它就是 本身這些就是會用回 這個Full Display 這個按鈕就會用回弧面 16寸Display 我記得之前看過都是這樣說的 它就純粹保留中控台的 這個Panel 這個位置 就保留F1的特色 其實之前的幾代都是這樣 有一個Start Button 按鈕 按鈕 其實這裡就是 其實轉波部分 你都不用管 除了後波按鈕之外 其實都沒有什麼意思 主要是前左右拍拍去轉波 就是開車空波 都是靠左右的Panel去做的 中共才主要除了後波之外 和Start Button之外 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所以這個都大致上可以不理著 它本身這個Panel的設計 都是由四五百開始 其實這個都是做一些弧線條的Panel 一直延伸下去 488 F8 那些都是用回這個系列的Panel 所以我亦都覺得這個部分 環節也不覺得有什麼很突出的地方 其實你會覺得是一架 比較sophisticated的超跑 但是你說是否一個很經典的外型超跑 應該都不是 但是當然它每一方面的提升 都比Ferrari 更好 例如整體的Horst Power 大概值得1,000p 它是最強的 即是On Road Ferrari 現在是街車 其實都不太強 不過都可以 這個引擎由原本 LaFerrari V12 就變成了一個 即是480p 拿了幾次掌的 V8 Supercharge 的引擎 又可能多了100cc 另外改了很多 飛能 各方面的東西 去提升動能 其實0-180p 2.5秒是否很快呢 其實Tesla的Chillper 都提升1.9秒 2.5秒就不是一個很突出的數字 其實它再加上它說 它其實想做一個Gymic 就是一個Plug-in 就可以充電 但是電就小得爆 它的電 如果純電續航力 只有16Mb 即是不用用了 其實Mini 除了充電 還可以由引擎自己 以Gannery的Power 去充電 其實Mini 也是入油 所以Plug-in 是一個Gymic 其實你看到 這個Plug-in站 去充電 走16Mb 有什麼意思呢 還比一架 平時我記得 我平時的Nansys 都走到40公里 40-50公里 哪有去到這麼小的 所以這個 我想大家 都是當一個Gymic 算吧 其他東西 可能是Mini 改了 讓車的Downforce 大的 車重比 Nafelori小 可能是L-Dynamic 那些再加強了 他也在自己的賽道上 當然是比Nafelori的性能好 要不然怎麼出呢 其實各方的東西 都是一些 我想 我覺得是一個 minor improvement 即不是 而是一個很大躍進 雖然你說 汽車來說 去到這一刻 還可不可以有很大的躍進 的確是令人懷疑的 但是 他應該有少少的 少少的 improvement 可不可以令到 大家難忘了 那其實那個定價 大概 那些人就說 可能由500磅到750磅左右 那如果 香港年稅 就1000-1500 那 香港你其實 如果他只是出左坦 那 我想出牌的人 都是少的 都出不了 那所以 就 這個 這樣的 水位定價 其實我覺得 真的可以擁有的人 都做到的 那其實 當然 本身條件 都是要 有翻了一輛拉里 有排隊 那 他現在就說 有2000人看 有很多人已經合了票 那之後再排排 的 就 再 再談的 那我想 你可以 期待 這輛車的普及率 可能會比Nafelori高一點 那 那希望在香港都會見到 那如果大家都喜歡港車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訂閱 訂閱 分享 頻道 按鈴鐺 訂閱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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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鈴鐺